上星期三南韓举行总统选举, 反对党自由韩国党候选人尹兴越 压倒执政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双方得票比率差距很小, 尹兴越得票48.56%, 李在明得票比率是47.83%, 大家相距是0.73%, 有总统选举以来差距最少的一次, 相信双方的差距一直根据民意调查 都是比较窄的,差距不大, 但是尹兴越一直领先, 估计关键性因素当然在3月3日, 选举日稍前, 处于第三位国民党候选人安折兽退出, 而且宣布支持尹兴越, 再加上业情继续降山,经济情况不好, 对执政党当然不利, 但是尹兴越的所赢的差距当然相当厄责, 不过总之要赢就赢了, 南韩总统选举制度五年一任, 总统是不准选选连任的, 所以现任总统文在寅一早就不能够参选的, 而且是选一次的, 谁多数票就胜出, 不用好像法国那样有第二轮投票, 这次有14个候选人, 但其实都是两党对垒, 大家见到双方票数很接近, 但占9成多票数, 其他候选人真是全无威胁, 这制度都将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错开, 所以现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仍然在国会占据多数, 这次的选举, 双方两者的候选人不算是重量级的人物, 都无什麽从政经验, 本身越是前检察总长, 当然起诉前总统朴近卫时大出风头, 为国民所熟悉, 但无什麽从政经验, 无做个地方首长, 无做个政府部长, 无在国会上长期担任要职, 李在明亦是以前做个市长省长, 无在国家及国会和政府担任过部长, 两者的经验都是重政经验不算显黑, 而且大家都受丑闻所困扰, 丑闻也包括他们的夫人, 以至韩国的舆论就说, 这个是不受欢迎者的敬作, 选举前选民就相当兴趣低落, 很多选民都未有清楚决定, 但由于战程紧臭, 达到选举日的选举投票率还不低, 选举投票率有百分之七, 比上届选举跌了0.15%, 即差不多了, 在选民眼中当然大家关心的, 就像香港那样, 房屋问题,屋很贵, 年轻人或第一次置业的人很困难, 买屋很困难, 年轻一代对于找工困难不满意, 特别对于上向社会流动机会减少不满意, 选民一般对于这些大财团, 好像这些三星现代大财团的干净能力, 对政府影响力太大也不满, 对贫富怨殊的情况月益严峻也不满, 但的确两位候选人在这些大问题, 没什么很令人满意的方案提出来, 除了当然大家都会说要建多些屋, 舒缓房地产市场的紧张, 大家的竞选方针都比较负面, 即是揭破对方的丑闻, 动点地攻击对方的丑闻, 所以也引起选民的反感, 尹石月为了吸引年轻男性选民的支持, 居然有很多反女权的言论, 因为有一些南韩的年轻男性对于女权运动有些反感, 尹石月为了保守候选人有些反女权的运动, 自然野来自由主义者的不满, 在外交政策上当然保守政党的尹石月, 会一般相信继承以前李明博、朴锦慧的外交路线, 比较支持美国,也愿意积极地改善与日本关係, 对中国有较大的保留, 与现任的文在寅人中间偏左的政党路线明显不同, 文在寅当然标榜一个很独立的外交路线, 不是一定听美国说对缓和和北韩的关係很热衷, 亦很重视与中国维持良好关係, 所以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是有一些打击, 因为是一个比较中间偏左的, 锐意推动独立外交路线的总统, 会由一个比较亲美,愿意改善与日本关係, 对中国有些保留的运赤越上台, 特别是大家也留意到最近中韩的关係都不是那么好, 特别在民间的层面, 对于最近这次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南韩也有些南韩社会上有些不满的声音, 认为中国有些措施对他们不尊重等等, 因此南韩国民对中国的好感近期有所下降, 19.4大小小的结果叫做 在挑战小小的州会环境 searched后, 是因为这个薪谍在原本的otional残谓中债了者 fled尽BI Member某具让提益 uses他为什么出口三年度, 要是我们这篇布图。 周圈ời只有一毫,